OK 大家好 我是王狗 今天呢是我們網友投稿的第五集 我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我不知道何德何能能夠收到大家的支持 今天會太早進入感性的時刻 反正這點是我覺得 收到非常多觀眾投稿 我真的非常的感激 而且我收到一個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他們那個人是一家人四個人 但是有八隻手 四個人是八人 八隻手 但是這張照片裡面卻有十一隻手 一隻手放在他爸的後面這裡 最恐怖的是呢 他媽媽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他旁邊這裡 多出一根手指 插在這裡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更恐怖的 他的小孩 是這樣 這個姿勢的時候呢 背後這裡 隱隱約約 半個人 算是這邊的切面這樣 他兩個小孩 然後他每次這樣 但我覺得非常可憐 那個弟弟他說 他想發給我看 但他就矜持發給我看 他很不想要把他放到網路上 他覺得他被他爸爸罵 不過這個可惜 矜持與可惜而已 因為我們還是有很多其他非常精彩的照片 跟影片 甚至是靈異故事 今天就一樣 一一的為大家來開箱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第一則是我們的 視訊的靈異照片 網路你好 這是我朋友之前在大學時期經歷的事 看到照片還是會覺得像毛毛的 感覺那真的不是人會有的膚色 S棟這棟樓好像一直都被說很陰 某一天的中午 我陪A同學和B同學去S棟考試 下課時間我們提議說要玩OOVOO這個多人視訊的app 之後聊一聊某一位同學突然說 等一下我看到非常奇怪的東西 我先掛掉 當下我們只是覺得他非常的奇怪 但剩下兩人依舊還是聊得蠻盡興的 結果過沒多久C同學就傳了一個截圖給我 就是這一張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身後有一個跟我長得非常像 白臉長頭髮粉紅衣服的女子 我們當時看到都嚇到了 但是畢竟大白天的 我還是抱著 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精神 去整層樓尋找 到底有沒有人 跟我一樣長頭髮穿紅色衣服 而且臉是白的 但不要說我們這一班 就只有這個小貓十幾二十隻 更別說整層樓一共只有兩到三班的人在考試 這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可怕的一次經驗 講真的我看到這個照片變成雞皮疙瘩耶 白臉好恐怖喔 因為這種東西真的是平常只會在萬聖節COSPECT的時候看到 第二格是靈異影片 這次朋友家裡現動拍照實在太詭異就錄影了 希望能夠給高聖節打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他的那個 畢舉 是在前段 不能說他是掉線拉的 因為我不是當事者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 實節之所以美好的原因所在 如果所有東西都是一致的話 那大家不就沒有慾望 沒有樂趣嗎 這算是一種浪漫 下一個影片是 超市中的小孩 網網您好這個影片分為三個部分 是我本人在檢查CCTV的時候發現 朋友說並不是一個什麼靈異事件 只是是昆蟲 但也有人說像是一個小孩 其中一個影片 很明顯他往門口出去了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穿了三個影片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個 開始了 哇 像你好看的 小弩 第一個我們可以在進去看到 就是一個黑就穿出門口 還在第二個 是小孩子來的 你看 會不會 好像是小孩子來的 奇怪的是女生不會發現嗎 他不是在跳過 所以 有可能是昆蟲 有可能是看不到的東西 有可能是看不到的東西 我在講廢話 我看這個第三個我覺得是昆蟲 有點像是一個鏡頭 貼在上面往上爬 突然不見 像是掉下去人一樣 我真的覺得挺酷的 但就希望不要是髒蟲 那我們接著看下一個 機場的恐怖人影 臺灣哥也叫 Angel 來自馬來西亞 這張上面是在5月7號 拍的當下我拍的時候 就發到Instagram 好像我們有一個女生 在那裡 知道是不是過時的員工 白白的嗎 雖然身材是X型 也蠻曼妙的 高聲 馬來西亞雲頂車禍 嗨 我們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粉絲 我想和你分享在去年年尾 馬來西亞雲頂出車禍的照片 可以看到一顆頭 側膛看的鏡頭 而且過後我拿去神廟問師傅 師傅說 車上的確有一個 但是車旁邊的樹頂 更多個站在旁邊 看著我的車 我覺得白色這個看起來是比較過硬 但是他有跟我們說 白色那個是面具 下面圈起來的那個 才是他指數的人臉 硬要講 有一點像側身的 但這種都很難說 可能有時候 掉個東西在那 也不知道 希望當事者盡量少 因為這種事情而感到害怕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在不停的選擇 怎麼樣的心態 會做出怎麼樣的選擇 要先建立強大 不要一直去往那個方面想 不會過得人心惶惶的這樣子 我也有可能是鬼啊 下一個是大學夜遊的 迪西娃娃 網狗你好 我是恩J 想跟你分享我在大學時期 青春的靈異故事 因為當中有太多的巧合 拼湊在一起 所以故事稍長 OK 我們聽你講 那次是辦在苗栗的 百香自然樓場 某A系剛好也跟我們 辦在同一個地方 當時他們系上的會長 還特別提醒我 晚上夜覺的時候 千萬不要靠山坡上的流動廁所 但是我 非常犯賤的 完全忘了這件事 隔一個禮拜 還到了迎新當天 我跟另外一個同學 一起擔任小隊輔導 第一天的白天都非常的順利 直到晚會結束 準備開始夜覺的時候 出現了狀況 當時夜覺半鬼的工作人員 已經全部都去山坡上的樹林準備了 結果夜覺一開始 所有工作人員的二賣全部都斷訓 而農場內有一個泳池 在泳池旁 有兩個大型的公園鐵搖椅 在當時完全沒有封的情況下 其中一個搖椅開始搖起來 越搖越大 而且發出一個嘎嘎嘎的聲音 當時大隊以為是有工作人員字去搖的 而搖椅旁邊呢 真的是我們小隊的吉祥物 天線寶寶的 底溪 接下來最誇張的事情來了 突然有一個學弟 雙腳癱亂 站不起來 尿失禁 而且眼神上不掉 完全沒有辦法走路 有點類似中邪的狀況 當時有兩三個男生邋遢 都拉不動 所以我們就趕快叫了救護車 直到救護車來了以後 這個學弟 突然自己站起來 意識清楚的說 背屍 而且也完全不記得他剛剛的舉動 最恐怖的是 到了隔天 某一位工作人員在整理照片的時候 發現我們明星夜覺的大合照 有一個人拿著那隻 極強霧娃娃 迪西拍照的時候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迪西他的眼睛 很明顯的是往下看 而且他看的視線 就是那個重邪的學弟 重點是 那個學弟 他佔的位置 就是山火上的那個流動車座 這件事當時轟動了全校各系的學會 之後我們全系工作人員去廟裡收金拜拜 一把那個底膝帶回去 似乎說因為我們晚上把蛙拿去樹林地 所以有五隻鬼魂附在裡面 而那個學弟也因為八字比較輕 又剛好站在最陰的流動車座才會重新 然後之後 也幾乎沒有人敢把銀星搬在那個地方 你不覺得 常常有人在夜遊的時候 霧現一些靈異事件嗎 我不知道 這是大學術影的潛規則 關於銀星的靈異傳說 發生在我身邊 然後我書室身邊的 有機會我再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今天是 你們的時間 那這個迪西還蠻可愛的啊 是給我猜啊 但是他的那個 眼神是真的有點虛無飄渺的 而且 你們能夠玩起來氣氛很歡樂 沒錯 今天我們要分享 最後一個是 我印象最深刻 也最害怕的事 王狗你好 這是我圓磨一兩個月前經歷的事 可能是巧合 也可能是我多想 但的確是 令我印象最深刻 也最害怕的一件事 當時我對殺人案件很感興趣 所以去研究了 黑色的大梨花這個案件 不得不說 真的很恐怖 當時 凌晨一點 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的床 像是被人用雙手搖了一些 以為是自己的錯覺 但過了不久 放在床上的娃娃也掉下去 房間裡的落地窗 也像是被人家敲打一般的晃動子 我心裡默念人對不起之後 就趕快把手機關了 心想 這或許是一種警告吧 只有隔天晚上八點 有兩到三輛的警車 圍在我家附近 隔壁的陳太太 兒子拿著刀暖揮 警察來抓了 所以她躲在家裡 但警察沒有找到 外婆邊吃著飯 邊說著 隔壁發生的事情 上那間 我們家二樓 突然發出了一聲巨響 突然想到二樓的陽台 跟隔壁陳太太家的陽台 是通的 所以我就趕緊叫住了 正要上樓的弟弟 隨後 我也馬上把陽台的這件事 跟我父母說 大家一起決定 請警察來我們家裡搜搜看 結果我們找到了 陳太太的兒子 真的都知道我們家的廁所 他被帶上了之前 還一直對我們家罵三支金 各種想到粗話都有 我和家人事後有 走進房裡看到桌子被掀了 百折的耶穌雕像也斷了頭 家裡的十字架也被折斷丟在地上 令人不寒而栗 我在想 如果那個時候 我們家上去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 或者是 我該顧慮的是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覺得這件故事 不太像是一個靈異故事 像是一個社會案件 但這種東西 真的足以比鬼還要更恐怖 像我之前去飛機的遊樂園探險的時候 我走到滑水道的部分 那裡有一間屋子 我們那個時候 屋子裡面看了一下 看到 乾淨的沙發 電視 甚至是餐桌 但那裡面是廢棄的 可能 只是那裡沒有人使用 但其實它裡面應該是積滿灰塵的 我覺得在我們這麼想的時候 突然聽到那個屋子裡面 廁所傳來的滷水聲音 我們大家都覺得 希望是鬼 不是通稀飯 重點是 當時還有一個朋友的手機 突然響了 響了之後那個水聲 就停了下來 當時就是趕快就離開了 不然真的跟那個主角一樣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那剛剛那個星星的主角呢 有提到黑色大理花這個案件 一個美國非常有名的一個分屍案 那個被殺的人 腰這邊被斷了兩截 所有的器官跟血液都被掏空流盡 臉是毀容 失業般的那種 像小丑的笑容 然後頭髮是屎 躺在地上 往外面擴散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大理花 所以這個案件才因此得到黑色大理花 至今這個案件 很兇手的 還沒有被悬貨 或許某一集 我可以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案件 今天 我們就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這麼踴躍的投稿 真的不知道 可樂或者能不能夠 受到大家的支持 那種感動 就不再廢話那麼多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忘了對方還喜歡 謝謝老師王狗 我們下次見 Bye